防染疫国际一项研究更发现了 接种疫苗越多次出现新冠的后遗症 几率会越低 而长新冠除了造成脑雾疲倦等等 还会导致人体内的BMI和坏胆固存升高 国外研究针对700多名确诊新冠的 意大利医疗人员进行调查 发现接种新冠疫苗次数越多 留下后遗症的几率越低 从未接种疫苗的人近5成患有长新冠 试打一剂减少到30% 打过两剂或三剂后遗症发生率 只剩约17% 美国学术机构统计全球有近1.45亿人口 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罹患长新冠 直到今天仍有数百万人受后遗症所苦 脑雾疲累呼吸急促已经不稀奇 瑞士研究更发现长新冠会导致BMI和坏胆固存升高 而且会一路持续到确诊康复180天后 除了扰乱人体代谢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没打疫苗的人产生的风险也比有打疫苗的人高 全球确诊人口突破6.1亿 但有人至今从未染疫就连BA.5也没再怕 英国民意学教授分析 关键可能在于人体气管潜在的特殊体系胞 部分人体内的T细胞就像一辆自排车 遇到病毒入侵可以立刻换挡应对 因此不容易感染 相反的没有这群T细胞的人体就像一辆手排车 需要更多反应时间才能调整身体对抗病毒 最有可能让病毒在这段时间趁虚而入 因而确诊 记者综合报道